各位傳媒朋友 剛才大家看到現場的場面 因為梁君彥主席濫權 剝奪我們一班議員 在法案二讀十五分鐘的發言權 正如我今早所講 其實根據議事規則 我們每個議員可以做法案的原則 和重點是有十五分鐘的發言權利 這也是我們作為民意代表的職責 但是梁君彥濫用他的主席權力 去剝奪我們每個議員十五分鐘的發言時間 是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 這次他可以限制八個小時辯論 他日他可以六個、四個、兩個小時 甚至舉手機器 將立法會變成一個舉手機器 要我們所有議員 在極急速的情況下通過法例 我們提出抗議 梁君彥是完全不處理 我們每一個議員要求提出的規程問題 他就任由運防局局長進行他的發言 是令到我們立法會尊嚴盡喪 梁君彥說 他已經預留了足夠的時間 是給議員發言 如果是有足夠時間 那為什麼我們一群議員 是沒有發言的機會呢 他又說已經呼籲了 那麼 較早時間發言的議員 縮短他們的發言時間 騰多些機會給其他議員發言 但是 這個也是會剝奪了 其他議員 他原本享有十五分鐘的發言權利 所以梁君彥整個決定 是完全不合邏輯 違反議事規則 一個濫權的決定 上星期 他因為這個爭議 令到會 足足過半小時 是沒有辦法召開 其實如果當時 他容許我們幾位排隊的議員 發言完畢 其實當日已經處理完 相關的程序 但是他居然 考慮了一個星期之後 維持原判 繼續堅持他一個荒謬錯誤 違反議事規則的決定 我對此表示憤怒 今次是我第一次 在立法會 被驅逐離場 我認為立法會保安 也都是用了過度的武力 我是全部 用一種 passive resistance 一個是被動的 反抗的方式 沒有向任何保安人員 使用絲毫的武力 我只是嘗試逗留在 我的座位 在議事廳裡面 代表我們的市民 去就一地兩檢 發表意見 其實眾所周知 在立法會大會上面 建制派是佔多數 因為不民主的 功能組別的選舉方式 這個議案 極之大的可能 是會通過 你只是花多一兩個小時 去聽一下反對意見 你都不容許 這個也都不會妨礙到 高鐵 所謂九月份通車的時間表 為甚麼你聽一點 不同意見 的胸襟的時間 都不給出來呢 我認為梁君彥 是完全欠缺 一個立法會主席 應有的判斷力 和一個公運 他一味就是幫政府 去做的喉舌 完成政府的政治任務 他是立法會支持 補充幾點 一個就是簡略地說一下 林君彥的處理方法 林上廷剛才都說了 他主席在 不根據議事規則的 權力範圍之內 無理地限制了二讀的辯論時間 亦都因而粗暴地 剝削了11位同事 包括我在內的發言機會 那15分鐘 這個是完全不對的 而不對不單單是 本身他這個濫權 並且他立下一個很壞的先例 如果這個先例成了呢 以後我們接下來 見到有很多爭議的 磨刀霍霍來的法案 包括 《國歌法》 《23條立法》 這些都是極具社會爭議的 如果今次這個先例 讓梁君彥得逞呢 可以這樣說 以後呢 他隨時訂一個 六小時 四小時的 辯論時間 我們都很難再吵 所以我們 在這樣的前提下 在他違反議事規則前提下 必須要抗爭 必須要表達這個不滿 為市民去發聲 而今天呢 大家如果有看 電視直播 看到的情況 林卓廷其實只是一路 挑戰著他 要求他 給我們虧情 有很多同事 站在那裡虧情 他是不願意理會 那林卓廷一直叫這件事 希望他是理會 到最後 他就趕林卓廷走 而我的情況更加荒謬 其實我是沒有被趕的 原本 我只是保護著林卓廷 我只是說 喂 主席 他只是說保障同事的規程 權利 去你作出一個挑戰 或者查詢 但竟然你又趕他走 這麼離譜 一到來 那些保安已經針對著我 和另一位議員 邵家樽呢 去到將我們兩個 在籍議員 用武力來對待我們 過份的武力來對待我們 如果大家看回直播 就知道了 向我咬手 估我 四五個同事來拉開我 我不斷地說我是在籍議員 來的 他們說我阻礙他 去旅行職務 同時間請他看回 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條裡面所寫 我是在籍議員 我的權利 是應該大於他們 在這一刻 是沒有理由動我的 我一直向主席投訴 為什麼保安 會向我這位在籍議員 去施以武力 趕過來 抓我走 梁君彥呢 當我走上去和他理論的時候 連我也趕了 我覺得今天這個行使 驅趕 立法會議員的做法 梁君彥是很粗暴 亦都顯出他的慈窮理屈 不夠講道理就講慘 強硬將人趕走 就令到 在議會裡面滅聲 或者減少了兩把聲 漸漸我們裡面剩下的同事 將會越來越少 我覺得這個是要表達一個強烈抗熱 並且我會追究保安部的做法 因為今天他們毫無一個合理的說法 就說要我離開 而主席是從來沒有叫我離開的 我覺得他是行使了過份武力 亦都間接導致我被主席趕出來 如果這個做法可以 以後不用爭辯了 我們所有在席議員 有任何和主席的爭議 保安進來 他過份地使用一些權力或者武力 我們投訴的時候 趕我們走 以後還成何體統呢 OK 謝謝